照片对一些人来说 对现在的人来说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很容易得到的东西 有一些人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前的年代 家人他们很庆幸的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就有机会能够拍到他们的照片 通常有相机的人 那时候我所说的 我说的那个年代可能是在于 1930到50年代的时候 能够拍到照片 能够有照片其实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照相机都是很贵的 是超级贵的 可能需要我们两三个 一两个月的薪水 那时候薪水才几块 多少钱才百多块 可能你要差不多三四个月的 可能更高的薪水来买这个相机 然后你买的相机也不一定会用 因为操作很精不容易 家人就遇到喜欢拍照的人 就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拿来做纪念 所以为什么很以前的人 或者是可能长辈 或者你的父母 他们很珍惜这些照片 就是因为得来不易 那么你会看到有些人 他们基本上都会 冲洗的照片之后 还会塞照片的后面 然后那个白色的这部分 就写上他们的热气 然后他们去了 去了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然后写一些关于他们所遇到的事情 可能是小小的一张 相比现在的人来说 有几个人会去那个 去冲洗那照片出来的 我相信没有几个 万一比如说手机没电坏了 手机坏了 里面的或者可能可能有出问题 里面的那些记忆卡 都来不及去冲洗的话 那么整个 整个的那个照片就不见了 因为我的朋友有遇过 他就是因为不小心摔 摔坏了那个手机 然后他里面的那个记忆卡也坏了 那么他整千张 整千张的那照片全部不见到完 我我本身呢又怎么做呢 我会把 照片 做成那个影片 然后有放一些音乐 然后可能放一些歌 还是什么 之前我 我也是有冲洗 但是 都会啦 只是说比较少 用film 在飞零的时候 那个照片是不能再重来 不能再重拍 还有一个东西我想说的就是 很多人很喜欢在网上放一些他们跟家人的一些照片 其实没有错 不要说 单单就是为了要把照片放在网上 然后我有跟家人拍照 就是这样子而已 其实 我认为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跟他多跟他交流呢 不跟多跟他沟通呢 跟他讲多一些话呢 而要等到人不在的时候你才来怀念 才来看照片 如果我们 啊 关心的人还在的时候 尽量跟他们 跟他们聊天 啊 或者问问候他们 不要等到 人不在了 我们才来来 才来哭 思念啊 怀念啊 有什么屁用 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用的 当下 当下 你应该做的就是 尽量陪他们 如果 在外地工作的 你也是可以打电话回家 今天的话题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妈